歡迎大家收看加拿大多倫多以北生活分享North of Toronto Life 今集分享在多倫多吃Chinese Hot Pod 港式打邊爐 再次分享豐富美食 如果你已經subscribe到我的channel多謝了 如果未的話就可以訂閱我的channel 我會分享更多關於多倫多地區的資訊 早前在New Market 那間Walmart Super Center 見到有火鍋電磁爐 Everyday low prices 稅前只賣39.88 相當值賣 再過多幾個禮拜同樣的東西價錢變了98.88 喔 不知道有沒有看錯呢 今次趁Walmart減價用了39.88 買了這個 Star Fridge 牌 The Rock Electric Dull Sided Hot Pod 平靜靜火鍋打邊爐喔 見到盒包裝都幾吸引 見到有寫著火鍋兩個字 自己家裡打邊爐用這類型的火鍋電磁爐就適合了 簡單易用 容量是3公升 看起來好像偏小 買完菜之後一起開箱看看夠不夠大 最欣賞這個爐的地方就是用了黑色那一層就是The Rock的塗層 用了很出名的The Rock Coding 用起來就更加有信心保證 火鍋爐準備開箱了 這個爐都算比較容易裝陷 裡面的說明書還有打邊爐食譜 夠細細心 這個爐都很Standard 裝湯的地方是鴛鴦形狀 可以做到鴛鴦湯底效果 即是可以放兩種不同的湯 買完火鍋爐就輪到買菜 買食Hot Pod 火鍋食材 極力推介到加拿大其中一間大型連鎖亞洲食品華人超級市場 大統華超市T&T Supermarket 大統華超市正啊 有大量的火鍋料 已經選了不少了 非常齊全 他們的貨品 先走這個地方 就是火鍋自選丸子 Self Serve Hot Pod Balls 自己可以筆些自己喜歡吃的丸 全部都是中式火鍋大路菜 我就選了一些綜合魚丸 這次是在加拿大家裡第一次打邊爐 比較特別 在朋友家裡打邊爐就試過 但自己家裡就真的第一次了 差點忘記說 這間就是位於多倫多以北Arora分店 我記得在Markham的大統華火鍋料好齊 想不到來Arora這一間都相當齊全 見到超市有不同地方等了這些牌 寫著拆火鍋 就知道是買火鍋料的地方 見到今次來大統華超市Shopping 選了那麼多菜 就知道我就想吃蔬菜了 就想吃多些肉類 最期待吃肥牛 要來這個近賣菜和海鮮的部門 就是火鍋自選丸子的專櫃 先拿起這個膠筒 然後筆到超市提供的膠袋裡 最後拿去收銀那裡 磅重備錢 一粒粒的綜合魚蛋很棒 每磅6.99 沒有看菜有芝士丸還是海膽丸呢 還有麥魚丸 魚蛋等 等到冰櫃裡面 看上去都是新鮮乾淨其餘 好不好吃就回家吃火鍋才知道 今次行大統華 竟然忘了買海鮮做火鍋料 但一定吃不完那麼多東西 所以下次再吃海鮮 今次主要吃蔬菜和肉類 真的很想吃一包包的蝦 下次再來買 在個專櫃那裡每款都選些丸 今次選了大約四款 輪到看賣肉的冰櫃 當然不少得有肥牛片 還有羊肉 主打薄切肥牛很棒 當然要買一點 羊肉片羊肉卷也很棒 下次再買了羊肉 這個場底讚火鍋食物配料 夠了齊全選擇多 來大統華超市T&T Supermarket Grocery Shopping 已經大致上可以一站式 買了自己和親朋戚友 最想吃的Chinese Hot Port 食品大滿足 而最重要的 當然在大統華買回來的 都要新鮮和好吃 但以我的經驗 在大統華買到的東西 通常都有品質保證 自己身處北美洲多華人居住的地方 可以找到這麼棒的火鍋料 真的很幸福 尤其是在多倫多地區 自然會想起大統華這間 這麼大型的超市 而Hot Port調味料 見到口味選擇都有不少 有辣有不辣 例如有剛才拍到的 番茄火鍋湯底 麻辣雞煲醬 還有鴛火鍋湯料等等 不要辣就考慮清湯湯底 連海底撈公司出的火鍋底料都可以買 見到有濃厚雞白湯鍋 還有這個養不知什麼鍋 我不懂日文字 我想很多都是海鮮湯底 樣子好正 三至四人前足夠給三至四個人 打火鍋用 黃燜雞煲醬 還有當時價錢 今次嘗試一於選這款 九王帝王蟹火鍋底料 還看到有這個鴛鴦火鍋底料 都是選這款日本北海道出的 帝王蟹火鍋湯底 看看價錢每包賣7.99元 我知道打火鍋是否有人加粉絲呢 我最喜歡加烏冬 一會都會買 還有一些一合合一個人吃的自火鍋 我相信好像杯麵一樣吃 最猜不到的 連火鍋底料也有這麼多不同的選擇 還有這些是標榜加拿大製造的 來這裡真是夠方便 可以買了火鍋湯底 Hot Pot Seasoning Soup Base 突然很掛念火鍋必備的火鍋電磁爐 一會兒買完送就分享給大家看 順便看看冰櫃看看有什麼買 見到有護士今次本來想買 但最後都沒有買到 是T&T大統華牌的 其實大統華都出很多自己牌子的食物 加拿大的豆製食品都很有名 這次就買了這些一條條的包仔嫩豆腐 突然間又見到肉丸 一包包包好了急凍那隻 我反而就想試吃大統華一包包 自己不出來之前介紹過那隻 油麵筋一等到鍋裡會發到很大 很多人都喜歡吃 我這次就沒有買了 十全大補湯湯底 是用來的都很吸引 這裡有魚蛋 枝心包 下次可以買來試 韓國部隊鍋好像很棒 如果有得選我就寧願在外面吃 我知道香港都很流行這個部隊鍋 已經差不多等了些打邊爐料到手推車裡了 順便買一買菜 阿羅羅這間都幾好客 每次來買菜都很happy 來這裡買的記住 儲存它的積分 可以換禮品 這裡的生日蛋糕我都試過不錯 最後當然要記得 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要買打邊爐的工具 其實食火鍋除了電磁爐 還有對筷子之外 沒有什麼特別其他的工具 但是想容易筆到食物 當然要準備這個筆這個 筆這個湯料食物的鐵巾 中文是shoutzi 英文是spoon 終於應該買齊了些東西了 是時候付錢了 哈 今次滿在而歸 讓我出回停車場先 一提起吃亞洲風味廣式食物 吃好東西 就自然會想起很多香港人喜歡吃的 Hong Kong Style火鍋 打邊爐 我知道不少人會選擇到餐廳 酒樓放題 任吃火鍋 任吃打邊爐 但是今次一於第一次嘗試 遠在加拿大多倫多地區 安在家中 留在家裡吃 Chinese Hot Pod 打邊爐 終於回到家裡已經開箱了 見到這個這麼帥仔 Starfried牌的火鍋電磁爐 看實物都不像想像中那麼小 對呀 適合這個小家庭來兩至四人用 一開始已經介紹過了 等鴛鴦湯底的地方用了The Rock套層 煮食的溫度比較均勻一些 我相信 和比較容易清洗 這個三公升的爐 跟著這個玻璃蓋 再看這個爐的底部 其實看回包裝盒 就寫有Extra Thick Base 就是多一層Base 那個鍋底 不知會不會比較厚身一些 大小火 有個鍵可以容易調教 溫度可以由攝氏200度至450度 我一開火通常選300度 自從我發現原來 調溫度這東西駁到電線那裡 其實這裡是可以拆出來的 清洗就好很多了 拿上手刺了未等湯之前是很輕身 不過我覺得這個爐跟著 駁到插頭的電線比較短一些 即是說如果這個爐放在餐桌上 電線就未必夠長 駁到插頭那裡 有機會要用Extension 所以這次我就在廚房的I-Line那裡吃 這個爐的外貌都很漂亮 基本的功能都齊齊了 之後我當然會分享在Walmart 買這個電磁爐 在大統華超市買的配料 來用這個爐來吃東西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爐有幾大的 是成人手掌長度大一點 吃東西之前看一下食材 是加拿大種植新鮮蘑菇 糖蘿蔔很重淨 肥嘟嘟夠大塊 這些全部都是剛才在大統華超市買的 那些打邊爐食物 會盡量show 價錢給大家參考一下 而我買菜經驗普遍大 統華的菜質素不錯 這條亂豆腐 非基因改造黃豆做的 都幾抵賣七毫九指一條 這條超市很多本地local的食品賣 包括這個有機金針菇 加拿大還要是有機的 應該好正啊我猜 三條粟米兩個九毫九 不知道算不算便宜或者貴呢 我覺得是一般價錢吧 再開一下家的雪櫃 看看有些什麼料是適合打邊爐用的 有油菜苗的菜心可以用來火鍋 還有些什麼呢 我見到有烏冬 這次沒有買海鮮真的浪費了些 好快看看還有些什麼其他食物 這包有很多粒魚丸 就是韓國或者韓式的火鍋雜錦魚餅魚丸 以前已經吃過一次 之前是用來做煮麵食的 今次又用來打邊爐 但是我就記錯了 就應該是沒有芝士丸 還有不少得這些烏冬可以用來打邊爐 我通常自己就習慣先吃了些蔬菜和肉 海鮮那些才是吃烏冬 如果吃這些烏冬就很快會飽肚 好呀 終於見到我最喜歡吃的肥牛肉片 十二個百豪九這麼大包 又不算很貴 我猜 雖然不是很高級的和牛 還有買這些韓式薄切叉燒肉片 這些豬肉加牛肉 其實可以夠兩至四個人吃 都可以很飽一下 再看一些丸和蟹柳 這些就是TNT大統華牌的仿龍蝦魚丸 如果是真的龍蝦丸就好了 馬來西亞產品比較特別 我喜歡吃牛肉 還有這些牛筋丸 都要成九個二一包 剛才我的肥牛都是十幾塊 不是貴很多 又有一些仿製的食物 是急凍房蟹柳 看看成份是有少少魚肉的 可不可以歸納為海鮮呢 這就是大統華超市筆的綜合魚丸 每款大概選了十粒 一罐都有四十粒 其實大統華超市裏面 都有一些類似午餐飯 都是給客人去筆的 其實都不用怕髒 起碼這些都是要煮熟才吃 筷子在家裡當然有 就買了這些筆食的餐具 每一個七毫九 拉開雪櫃還有這些西洋菜 家人真是喜歡吃菜 吃菜的比例都比較高一些 今次大統華入貨買這麼多東西 未必吃得完 買多了可以用來做菜 剛剛外面下雪 一邊吃東西一邊下雪 真是超級浪漫 差點忘記要加這些帝王蟹火鍋底料 一會會分享給大家看 開始吃的時候 就看看這些湯料是鹹不鹹 好吃嗎 現在準備功夫要做好了 我老婆幫忙切些材料 先切一下這些粟米 要浸這些菜 在多倫多吃東西真是好 很容易會找到這些 Chinese的菜 大家猜猜 今次我在T&T大統華超市 二至三人份量的食材 買了多少錢呢 今次主要就是買蔬菜和肉 沒有買到海鮮 剛才大家都看到 大部分東西都是肥牛 豬肉片 急凍的魚丸 還有一些蔬菜 剛剛畫面就看到那些丸 看都很想快點吃 如果不算在Walmart 和特價39.88的火鍋電磁爐 實在所有在大統華的食材 和打邊爐有關的那些 大概用了100元加指 略略地算100元左右 即為港幣大概630元左右 今次我只是買了紅色這包湯底 另外一個湯底 一於用屎雲生清雞湯 試試的效果是好不好 猜不到屎雲生清雞湯 都可以是一個湯底 我拿回火鍋電磁爐 剛剛出場了 可以 這個鍋要有少少裝陷程序 例如駁著電線調校溫度 駁在鍋裡 還有鍋蓋頂要加螺絲 要上螺絲 其實跟說明書都很容易追蹤到 開火之前要加了湯料 就是來自北海道的 帝王蟹火鍋底料 用之前就略略洗下鍋子 這些湯料就不像太濃 但又不是那麼清 最重要是不辣 因為我家人就不吃得太辣 現在要開罐頭 不是在大統華超市買這兩罐 就是屎雲生清雞湯 等下鍋裡做第二個湯底 終於正式開爐開火了 先調300度 開了火要等幾分鐘 等它滾了才放些菜 所有東西已經準備好了 好了食物都排出來 現在只等湯夠熱 必要時就生生怪 今次就比較特別要在Island吃東西 因為那條電線之前投入過 就不夠長 所以就唯有在這張桌上吃 就不在飯桌上 不知道其他款的電磁爐條線 是不是會比較長一些呢 其實我就比較怕會多油煙 暫時就不覺得有任何油煙公出來 右邊的碟肥牛很漂亮 不知道算不算可以叫得上是雪花肥牛 還是普通的肥牛 湯夠滾了 現在可以放些丸 例如牛丸 魚蛋下去 一家人可以這樣輕輕鬆鬆 慢慢地在家裡打邊爐 外面還是落著雪 真是很開心 第一次用這個爐 感覺真是相當不錯 簡單方便易用 真是便宜靚正 這些丸我想等一至兩分鐘 其實已經很快熟了 可以隨時吃得 用了這麼正的大統華超市火鍋料 真是要拍張照留念 記得 聽到這些水滾聲加上 聞到這些濃湯的味道 真是好想吃 流了口水 等我一路吃 分享更多有關打邊爐的東西給大家聽 剛才說過 這一餐在大統華超市買的食材 不包括那個電磁爐 用了大概一百元夾子 即是大約六百元 六百多元港幣 計算上來聽上來好像有點貴 如果兩個人吃的話 大約港幣三百幾十元 如果在香港餐廳吃 如果貴一點 好吃 那些都差不多要這些價 我想晚市那時候 我記得在香港打邊爐 最喜歡吃的 就是牛刷鍋 Momo Club 是Shabu Shabu來的 日式的放題打邊爐 好不如看回這一波鴛鴦火鍋 等了一些粟米 菜和甘菇 好像很好吃 現在先吃一下丸 非常之彈牙 好吃大桶的丸 這個是Walmart買的電磁爐 Starfruit牌的爐 猜不到煮食的效果非常之好 再說多一點在香港吃牛刷鍋的經歷 通常喜歡晚上去吃 有時週末假日等位等得很厲害 先選吃打邊爐的主菜 有美國加拿大的牛肉 如果貴一點的 可以選澳洲的和牛餐 大概都是三百零四百元港幣 是給每位計的 通常兩至四人share 和一個火鍋錄 然後選了湯底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可以有大概八款給你選 至於其他食物 例如丸 菜 和飲品 可以自己外面選擇 任食放題 限時 沒有記錯的話 是九十分鐘 放食 當然 在牛刷鍋 任食放題 會比起今次在大桶或超市買到的食物 會有更多選擇 在吃的東西方面 通常都喜歡在九十分鐘 限時之前 吃完它的雪糕 不過我總是覺得九十分鐘 限時吃得 真的有點趕 好 現在看看在家吃火鍋的情況 吃了各種有益的蔬菜 肉就吃了大桶華自選丸子 吃了口 覺得都幾新鮮爽口 滿意 這個有基本功能的打火鍋 給一個小家庭 小小時候 這個尺寸就完美了 想不到今次 不是在華人的店舖 或者超市買到這些鍋 而是在西人店舖 百貨公司找到 就是Walmart 去Walmart Shopping 竟然有意外驚喜 在他們的家品電器部 見到這一部這麼便宜 便宜的火鍋 打邊爐鍋 For Chinese Hot Port 還要是Hong Kong Style 香港Style 港式那隻 覺得以這個價錢 39.88元 這個驚喜價買這個火鍋 都算得上一件損貨了 都好幸好之前提過 在多倫多爾北 New Market 的Walmart Super Center 那裡 盜到有這個價錢 這麼便宜的火鍋 之後在Stoveville 那間 竟然是98.88元 希望沒有看錯 價錢相差真的很遠 好像是海鮮價 希望沒有看錯 現在看回在Walmart Canada 的官方網站 看這個同款的牢 價錢有不同 因為知道他們有些貨品 是以marketplace的形式去買出來 即是有其他公司 是透過Walmart的網站平台 那裡賣些貨品出去 剛剛加了湯底 加了一罐小人生清雞湯 原來效果都不錯 加這個清雞湯 來到最後這個步驟 當然要吃肥牛片 通常這些肥牛 很快地加了六六半分鐘 就能吃了 好 現在讓我加上 帝王蟹火鍋湯 右手邊的湯 深色一點 那邊才是 實在我覺得帝王蟹火鍋湯底 味道挺有趣 個人覺得有點偏鹹 實在都聞到有很香的火鍋香味 正呀 現在就加上這些薄切的叉燒肉片 在爐裡 大統華買到的肥牛和豬肉都一樣 這麼正呀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吃肥牛 多些 肥牛的口感真的很正呀 很有酒家食的水準 這個在加拿大Walmart買到的電磁爐 真的沒有買錯 值得推介 但是如果有興趣買這個爐 就不妨上Walmart的門市 以及上官方網站 Walmart.ca 看看有沒有discount 牌子名就是starfrit 真的很好用呀 Walmart買平東西 大統華買正東西 家食好東西 港式火鍋大餐 印象深刻 Yummy 打完邊爐 喝完這碗大統華買的 粉角赤小豆豬骨湯 加上雞腳花生超正 希望你喜歡看我這集的分享 關於食港式火鍋打邊爐 請你繼續支持我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下次見 Thanks for 請加拿大多倫多以北生活分享 North of Toronto Life